你儿时的梦境成真了 如果外表能要人命 早就死了 你被打败的样子还挺可爱的 别担心 我们不想回头 还差40个小时 还有7天的时间 还差40个小时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这是特哥的100个高级灯牌 你的腰不累吗 Jurie 上班不累吗 上班累 为什么还要上班呢 不懂这人什么意思 这么流吗 特哥 本来当时我也想玩的 但是我想用手柄玩 但是我的手柄没有带过来 就把这个想法搁置了 我给你们讲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太屌了 兄弟们 躲在这个世界 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就是有一个主播 兄弟们 就是有一个主播玩 PUBG的 他只是一个 两三万关注的小主播 平时都是没人看的 然后 这个孙悟空出来之后 他连续播了二十个小时 直接涨粉三十万 巨变态 太亏贼了 这个真的太亏贼了 死了 还好这个人特别OK了 姐这波有点失误 兄弟们 他这波直接交大招的话 是绝对杀不了的 他交大招之后也不能用Q 最好是闪 就一直A他 等他交技能 Allies Flames Enemy Flames Enemy Flames 主播就是满天 Enemy Double Kill Enemy Killing Free 所以说怎么说呢 我感觉主播这一行业 就是这样子吧 兄弟们 如果不涨粉的话 其实粉丝量 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一旦涨粉的话 都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主播酷 我不要接受命令 我反抗你 m 我也想保护这满金繁星 别来找我别来找我想当个好人 卡扫丁的话呀已经进入展现了兄弟们 不过他的走位感觉有点怪怪的 哎呀不要沉默了好恶心啊 真恶心这沉默 帅兄弟们我的评价值了 去不了 我们的队友好像不是很想打啊兄弟们 刚才感觉是只能按慢了一点点被他沉默住了 对面好像是想打就走位 我们来解量天空 打卡扫丁的话还是要多走位 把他Q弦给扭掉就好打了 我把有点不好打兄弟们上单分下鲁帽 全奔打野奔 好尴尬 好尴尬 南刀应该会往上靠 他们应该马上遇到南刀了 对面打野马上要出来了 好尴尬 兄弟们还真别说 我拿了个双buff之后这难道老想杀我 好尴尴尬 纯纯诱耳 他这连续死了两波等于是前期集中全断掉了 好尴尬 最后都要来分我的渡城 其实正常来说的话 只要卡扫丁玩得好 就是对面无论怎么压都是压不住卡扫丁的 你只能说让这个卡扫丁不能去游着 好尴尬 我队友这么猛 这后面有人啊 我都不敢R上去 我的队友直接上去 哇 我的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不要接受听 我反抗我 这一把的话我们可能 第三件套的话是不会去选择做帽子的确定的 对面这把要是第三件做帽子的话 我们可能会死的很惨 把穿鞋是不是虚弱了兄弟们 为什么感觉最近把穿鞋回南都回不上来啊 我补一个WA应该是卡的定就死了 我补一个WA应该是卡的定就死了 狗熊为什么打不过狗头兄弟们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我也很好奇 我想象不出来狗熊为什么打不过 他送我们 他应该是能追上的吧 我说什么 我说你会是卡的定就死了 你会在一个人的死亡 你会在一个人的死亡 我会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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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点亮天空 我们现在遇到卡沙丁的话有大招有点难是吊打他的兄弟们 石灵开 不是哥们你别老坐线啊 不是哥们 回去杀 你有這麼肉嗎 完了兄弟們 卡薩丁直接帶上我們高地了 這龍感覺也不是很好打 對面 快 這卡薩丁起飛了 你去打團別來手了 我來手 我們這熊哥不知道什麼情況 手卡都守不住 我竟然是還沒點了兄弟們 傷害可能會不太夠 果然傷害差了一點 我這把附的是W技能 我的妹妹會比較短 他是往下閃的 去打前排就好了 這邊卡薩丁沒狀態回了 聽到了 我們大招馬正好不用著急 這波先去動龍兄弟們 我們這把土龍魂 完 決先走 我們狗熊盤到了 狗熊哥 別清先了 救救孩子 這龍感覺有點打不了欸 算了 對面難道要出來了 對面難道要出來了 家裡面的兵線可以不用管 截馬龍嗨 弟們 截馬复活了 我们在 这把是绝对不能死的 兄弟们这波团战我都不知道我打了多少输出了 就是我们说来说要去打这波龙团但是不用着急啊 我们先去把圣号兵线带一步再过去 对面人是死了的 我们可以坐传送门过去 狗熊去做会好一点 鹿鹿要保护人 来拿增益 我在路上 发起攻击 哇 这个梅蒂斯才死了 好肉啊这个人 往上走 往上走 难道来了 出退 一波啦兄弟們 拿下拿下 兄弟們 覺得主播玩的不錯的話 便點個關注支持一下 兄弟們 看他們打了多少輸出 打了五萬二兄弟們 拉滿了 最後一個小天賦的話 帶了次海谷兄弟們